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中市中心大学的绿园道里 淋漓着高大挺拔的黑板树 黑板树因为长得快 能快速推广绿化受到政治人物的喜爱 又被称为政治树 还曾经是台中市的世树 但它强壮的树根长造成地面隆起 破坏马路或人行道 影响行人安全 容易断落的树枝 在豪大雨或台风天时 也对行车带来威胁 因为它本身是热带树种 热带树种在台湾长得快 长得快的木头一定度不会很高 经过那个空间 容易就是会有断枝掉下来的情况 除了福根与断枝 每年11至12月的黑板树花季一到 散发的气味同样恼人 此外 黑板树因为生长过快 常导致质干蔓延入清明宅 使得居民相当头疼 因为是高难度 一定要大吊车来做修剪 一棵树可能要花个半个月 一年 可能过了半个月又长大了 所以这种问题一直重复地在产生 对住户来说也是蛮头痛的 森林中寿命长达百年以上的树种非常的多 而百年以上的行道树却相当罕见 深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短视尽力的心 没有为路树们好好规划 之前台中是很流行黑板树 慢慢都移植掉了 大吨路 大吨六街 全部的黑板树都砍掉种北种 整条路都是我们砍的 行道树该如何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 在种之前需要以更长远的思考来评估 如此依赖生态与人类社会才能以更和谐安全的方式共存 嘉义中浦曾经是著名的烟草产地 故宫南院特别举办活动带民众走进烟楼古籍当中 了解过往的产业历史 嘉义中浦曾经是繁荣的烟草之乡 但台湾烟草产业已成为历史 中浦又会留下怎样的故事呢 从故宫南院嘉义文史展出发 带民众认识嘉义县独有的历史故事 当时中浦一直到水上 然后甚至一直到白河这个区块里面 一片都是烟楼连连的这种这种景象 这我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旧的烟楼 我们可以回溯它烟楼里面 当时为了要熏烟所做的规划 他们介绍我们到了一个私人保存的烟楼 那现在这个烟楼呢 已经成为他们个人 就是私人的生活空间了 最珍贵的是 它保留了当时烟楼的这个外观 因为烟楼的这个外观 至少就可以轻易地指认出来它的特色 中浦烟业与产业走读 不只待民众认识烟业产地的变化 也亲自走访目前留存下来的宝藏 古色古香却添了一点心意 蛮值得的吧 因为能认识当地的文化还蛮有趣的 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过去的文化 都开始慢慢消失了 就是可以说看一次就少一次 那至少借由这一次的走足 可以让我了解到 中古还有这一段的过去 可能也算是间接保留文化遗产 毕竟有人知道的历史才叫历史 透过深刻的体验 了解烟业烟草的历史 让民众不只是知道现在的嘉义 也要认识从古至今的脉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底线